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电视频播放着 正是他制作的喜剧节目 但面对他亲手创建的喜剧帝国 他却一脸难过 原来年轻时候的大壮 是个风趣幽默的穷小子 即使被上次刁难 仍然心态乐观 不忘搞笑 上次威胁要开除他 他竟开玩笑说 那我是不是可以追你了 虽然最后还是被开除 但大壮依然精心准备了生日蛋糕 为女友小美庆祝生日 进门前 努力调整到最好的状态 希望给小美快乐的一天 到我了到我了到我了 surprise 生日快乐 拜拜 整日待在破旧出租屋内的小美 却并不开心 尽管大壮使出浑身解数 但小美也只是年轻地应付着 小美正准备吹灭蜡烛许愿 却忽然刮了一阵风 先把蜡烛吹灭了 场面一度非常尴尬 小美终于爆发 那我过生日 我不要任何愿 我就求求你不要再被开除了 你为什么每天就是嘻嘻哈哈 你自以为很幽默 玩乐大壮每天只知道开玩笑 不求上进 最终离开了大壮 失去了爱情与工作的大壮 第一次感到难过 她独自一人站在天台上 看着眼前破败的景象 反思自己的人生是不是太失败了 此时一个穿着白色浴袍的男人忽然出现 这个男人竟然自称是天神 天神告诉大壮 这个世界上所有人的成功并不是偶然 只要愿意用自己的身上某种品质做交换 就可以选择成功之路 有人交换了善良 有人交换了忠诚 有人交换了仁慈 大壮也幸运地得到了这个机会 思考之后 大壮决定换出他的幽默感 天神拿出四张卡片 大壮抽出其中一张 上面写着乐国文化 乐国文化 这干嘛呢 天神表示 未来你会开一家成功的喜剧公司 大壮觉得天神在骗他 但天神一句话点醒了他 要不死也不会做手机啊 你幽默 你可以洗一下 你不幽默 喜剧给你打工 失去了幽默感的大壮 还不知道 他即将开启一段开挂人生 这天大壮偶然去看了一场开放麦 台上的演员正在卖力地表演 逗得观众前仰后合掌声不断 只有大壮一个人不知道笑点在哪 而冷漠的大壮也引起了演员的兴趣 演员在一家酒吧 捕围了大壮 并主动上前答话 简单聊天之后 演员决定让大壮成为他段子的实亲师 并希望有机会继续合作 为什么我演出不笑呢 我没有感觉 以后唱来看吧 咱没准还能合作开个公司 多年之后 大壮和演员合开了一家 叫乐果文化的喜剧公司 并且制作出了市场上 最受欢迎的喜剧节目 全世界都被他的节目逗笑 只有他不明白 这些有什么好笑的 此时天神在此出现 恭喜大壮终于走上了人生巅峰 而大壮觉得天神玩弄他的人生 和天神大吵起来 我是我们公司幽默感最低的人 他们说的梗我都不疑问 最后天神问道 那你后头呢 刚刚还怒不可恶的大壮 犬蛋顶地说 我不后悔 牺牲一个人的幽默感 而给全世界带来欢乐 这笔交易值得吗 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做 像是生活的解药 我这个我懂了 可他却去不了 这里是清宇强电影解说 最尊重知识产权的电影解说 因为 都没有人的开机 我看他们个人的开机 啦 我看他有什么 我看他们的电影解说 我看他有很多 在过去中央 我看他在这一轮車 我看他有什么 烂钩下来 main台诈